嗨 大家好 又見面了 那今天呢 要來幫大家再解答一個問題 像我自己呢 是咖啡的愛好者 那不曉得大家也喜歡 喝咖啡嗎 那很多人就會問啊 尤其是我們都是在照顧癌症病友 癌症病友就會問說 那我也可以喝咖啡嗎 那像我今天呢 就買了一杯的拿鐵 那裡面呢 既有咖啡又有牛奶 那這兩個呢都是很多 癌症病友會問我的問題 就是我可以喝咖啡嗎 我可以喝牛奶嗎 今天來幫大家解答一下 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我可以喝咖啡嗎 癌症病友適不適合呢 其實也是適合的不用太擔心 不過呢會比較介意的是說 擔心大家如果太晚喝咖啡的話 會容易影響你的睡眠品質喔 可能會晚上比較容易頻尿啦 或者是咖啡因的作用之下 你會比較沒有辦法好好的入睡啊 在床上躺了很久啊 所以呢就記得 如果要喝咖啡我們就是時間早一點 最好是在白天 尤其是在中午以前 就把你的想喝的咖啡喝完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呢對現在的研究來看 那個咖啡來講的話呢 也有一些好處 因為畢竟咖啡也算是一個植物的來源 就像我們吃蔬菜吃水果一樣 這些都是植物性的來源 所以它也一樣跟蔬菜水果一樣 都會具有這個所謂的植化素 植物化學物質 那以咖啡來講它的植化素呢 就是像咖啡因也算是一種 或者是綠原酸也是一種 或者是二貼類也是一種 那這些植物化學物質呢 就跟在蔬菜水果裡面的這種植化素 有點類似 它們都具有抗氧化的效果 所以咖啡裡面的確 也有一些抗氧化的這個成分 那過去也有一些研究就顯示啦 它對於第二型的糖尿病也有幫忙 甚至可以降低這個全因性的死亡率 所以呢 喝咖啡的確是可以帶來一些好處 甚至對癌症病友來說 目前以研究來看 就是兩個癌症類別喝咖啡 反而是能夠帶來好處的 比方說肝癌的病友 或者是子宮內膜癌的病友 都可以適合喝咖啡的 那至於其他的癌症類別呢 目前雖然還沒有那麼多的研究 可以證實說喝咖啡可以帶來好處 不過至少現在看起來喝咖啡 是沒有壞處的 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喝咖啡是OK 沒有問題 好這是我們第一題的解答 那接下來有的人就會跟我一樣啊 他可能喝咖啡會很喜歡喝的是 再加上一點牛奶 變成是 那如果是拿鐵呢 這樣子裡面還涵蓋了牛奶的部分 牛奶對於癌症病友來說 到底適不適合呢 目前呢 也要跟大家說可以請放心 雖然大家對牛奶有很多的疑慮 可能會擔心會不會有環境荷爾蒙 會不會有動物用藥的殘留等等的問題 或許你也收過很多的手機訊息 來告訴你說牛奶可能會有一些迷失 會有一些疑慮不能喝 沒關係的 現在來告訴你解答就是牛奶 總結來說是可以喝的 那要留意你的份量就沒有問題了 所謂的份量呢就是安全用量的話 依照我們台灣國家的這個衛福部 所建議的飲食指南來說呢 牛奶會建議每天喝一到兩杯 那這個不超過兩杯 也就是說如果喝鮮奶的話不超過500cc 其實這樣子的用量都是很安全的 不用太過於擔心 那比較好的選擇呢 因為奶製品呢 除了鮮奶以外還會有起司 還會有這個優酪乳 有不同的奶製品 那在這邊呢會比較推薦大家 可以選擇發酵乳 也就是優酪乳或者是優格 這些發酵過後的呢 不只可以幫助你補到鈣質 也可以幫你補到一些好菌 讓你的腸道好菌會變得比較多 所以在奶製品的選擇 你盡量不要是喝鮮奶 不要超過500cc 那如果是喝發酵乳呢 就是不要超過400cc以上 這樣子的用量就會是非常的安全 那特別留意一點喔 就是除了有一種癌症類別的病友呢 會比較不建議這個喝奶製品 其他的癌症病友喝奶製品 都是安全無餘的 只有一個類別就是 攝護腺癌的病友 在乳製品的攝取就盡量的減少 其他的病友都是沒有問題 大丈夫 OK 是可以喝的喔 所以咖啡沒有問題 奶製品也是沒有問題 好那就留意一下 就是攝護腺癌的病友 在奶製品的攝取要盡量的避免 剛剛一次是攝護腺癌的 是攝護腺癌 1154